講一下那個 順便複習一下 Dismore Format 像這個地方要把它改成 整數 第一位第二位的話 那這邊我要把它改Dismore Format 那這邊的話我可以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上之後的話 一樣 JVD 後面加一個底線 我習慣是DF Dismore Format 按確定 然後再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地方做改寫 改寫的部分怎麼做 因為Dismore Format有時候同學 可能會背不起來的話 因為有時候是真的 這個類別有些一串 你要拼拼不出來沒關係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用什麼 Import 然後Java 點 然後它是隸屬一定是格式化 所以一定是在那個點 TES Import 打錯了 Import Import 然後Java 這個點下去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類別是一個套件 是TES 然後Enter之後再打一個 大解 第一 這個地方的話 自動會跳出那個Dismore Format 這一個 Enter過之後的話呢 那其實相關的說明在這邊都有 那我們把這個Dismore Format 如果說我要有1 2 3 三個格式的話 理論上就跟那個在前一題那個 叫Dismore Format 類似 那它怎麼建 DF 比如說我這邊DF0好了 它New一個 我必須要New一個什麼呢 新的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Dismore Format 是瓜糊 裡面的話 我先結束一下 分號 那裡面必須要傳什麼呢 它的格式 這個格式其實跟 感覺上Excel裡面有那個 制定格式 有那個格式 按右鍵 制定格式裡面 也可以去制定 這個有點像是傳一個 格式的參數 那如果是 單純只是 整數的話呢 就是緊緊 如果是小數點第一位的話 就點零 點零零就是兩位 前面我們好像有用過了 那如果是我這邊 會需要有三個格式 就是在這邊 直接就是 建立三個格式 然後呢 分別就是 1跟2好了 我New三個格式的 分別再給它格式 格式 這樣的話呢 我就分別 有整數 小數點第一位 小數點第二位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它改為print 不要f 然後 我這邊輸出的部分的話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一個 後面一個方法 叫format 那我們怎麼做呢 這邊前面就不需要 平均值 後面這邊 這邊的話 就是把它 delese掉 平均值 然後呢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 DF 零 點 點 點下去之後 有個format 有沒有 那format Enter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後面 除完 這個這個 除完之後的結果 把它放到後面 這樣的話就可以產生 我們要的 那後面其實都一樣 第1位 第2位 這個是整數 整數 然後這是 這個是 第1位 然後這是第2位 分別就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就是 第1 整數 1位 2位 那當然後面這個格式 你可以再去做改變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 基本上在這個Dismore Format 裡面呢 都有相關的說明 你可以在最上面這邊有一個 一個列表 這邊有個列表 其實列表裡面都有講到 只是說 還是寫的不是很清楚 有時候 最後 我看了半天 最後 我還是要try一下 因為 它寫的是它寫的 最後當然要眼見為平 不然你輸出的時候 不確定是不是 它 所寫的那個樣子 我是覺得它這裡面應該多一些sample 比較好 比如說 哪一種格式看到是什麼 哪一些範例之類的 或者是說各位可以在 在Google一下 我記得好像應該也有 只是說網路上Dismore Format 這個 比較好的sample 好像也沒有很多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會常用的 就是 我們這個整數 然後跟小碩第1位 小碩第2位 OK 最後把它套用上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解 你可以try一下 另外 還有第2種寫法 我們前面也不是有講過 如果你要用匿名物件的方式 有沒有 你如果不宣告 假如說你要用匿名物件用在哪裡 用在這裡 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宣告的話 因為它只用一次 你也可以 把這一行先把它註解掉 Ctrl加斜線 如果你要讓它更經典 你們應該在 看別人的程式裡面也有看過 人家這樣寫 好像蠻多人喜歡這樣子 就是說 我不要宣告 有沒有 我不宣告 一個物件名稱 就直接拿它來用 就是我一直想用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 好處是 你就少一行了 但是 有的時候可閱讀信 可能有時候會稍微差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感覺 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再點format 常常有同學就會一頭霧水 尤其一般的書裡面 講到這一塊的比較少 甚至有些甚至沒有講到 有關匿名物件的相關的應用 但是又有人會這樣寫 所以 這個部分 你們就是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標準的部分應該是 標準的寫法應該是 上面要宣告 宣告完之後再用它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都也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你要精簡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三個 都可以不宣告 直接new new new就好了 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因為我已經有設了四個配置 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或者直接在上方 這個有個鍵頭 執行第1種 看一下 4沒錯 執行第2種 有沒有底線額 3.8 沒錯 再來執行第3種 3.07 3.75 沒有錯 然後最後一種是 需要 至少兩個數字 OK 只要配置OK的話 那自動就會可以傳幾種參數都可以做test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主要是這個地方宣告 跟用format的格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基本上這種用法非常的普遍 所以將來 由這些範例裡面 就很清楚讓各位了解 你們現在 所學的Java語言 實際上就是 用 其實你可以把一個class 當成一個零件 這個感覺有點像軟體零件 這個零件你把它拿來 插上去 然後呢 它有哪些功能 你就看它的說明書 來執行 這個部分的話呢 這種觀念 到處 現在幾乎成為常態 也就是物件導向 你現在是使用物件 我們後面還在講到 如何創立物件 自己產生物件 因為這個物件也可以自己產生 自己create的出來 只是說當然用物件會比較簡單 創建物件就稍微複雜一些些 那各位可以從 使用物件的觀念當中 慢慢地 培養那個 創立物件的 這種 就是這些觀念 因為你會用 用手的時候 你再來創建 會比較簡單 不然突然 給各位一些物件 創立物件的觀念的話 我看 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就陣亡了 因為物件導向觀念 你沒有習慣用物件 的人的話 尤其你是 從傳統那種 西加加語言 或者是從那種 以前當內的語言 轉換過來 或甚至你以前 根本連語言都沒學過的話 真的很不容易理解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透過這些sample 讓各位 比較清楚了解 可以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 我會